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对基辛格讲 小问题是台湾 大问题是世界 你们美国的优先顺序 最重要的是苏联 第二是欧洲 之后是日本与毛泽东的谈话 让基辛格印象良好 基辛格最开始感觉他是高深莫测的 后来认为他总是极富智慧 有很强的活力来控制谈话 在外交事务上很有见解 拥有压倒一切的魄力 基辛格与邓小平的初次见面是在1974年 当时邓小平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言 但两人真正的会谈到1979年 在当年的2月 4月 邓小平与基辛格在华盛顿和北京进行了两次会晤 此后 1982年 1985年 1987年 1989年 基辛格每次访华都与邓小平见面 成为邓小平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 尤其在1989年 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 基辛格于当年11月7日 以拿北京与邓小平所上 使得中美关系趋于稳定 邓小平与基辛格聊得最多 那就是中国的改革话题 基辛格回忆道 邓小平号召向西方国家学习 引进先进技术 还鼓励派出留学生 这些推动中国发展的心理念 都让他印象深刻 基辛格后来称赞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 二十世纪最伟大人物之一 他还在《论中国》中专张评述邓小平 其为打不倒的邓 趁邓小平是有着忧郁眼神的勇敢小个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